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 大家好 我是团长 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 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 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上一集影片讲到 正式版工程师爆料被神秘光速攻击 曾经发暴过人类跟外星人 历第一次交战还留下的证据 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 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 今天我来说 好很多人都想解开 世界上有外星人吗 这一个谜团总是能勾起大众的兴趣 我们只能透过像电影 来满足我们的幻想 但不过也不是说一切都是猜测 因为有太多的不科学影片渐渐是出 而这一段影片 声称是在美国51区拍摄的外星人访谈影片 影片开头写着几个大字蓝皮书计划 这15分钟的机密影片内容 记载了外星人跟美军 他们谈到了宇宙核战 甚至人类大灭绝 而这一段影片 他能帮我们解谜外星世界吗 电影情节当中 坚耳的外星人 又或是将地球突入殆尽的外星军队 一部电影都是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 但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 种种的疑问 我们从网路疯传的这段影片开始解密 这段影片据说是在美国51区拍摄 曝光之后不断在网路上流传 影片一开始显示出来的 是报告的首页画面 而在这上头其实常有玄机 标题写着蓝皮书计划 这是美国空军为了调查不明飞行物 而成立的研究计划 时间是从1952年开始 一直到1969年结束 这份报告上面的讯息也透露 这段精密影片有可能是在1964年拍摄 从上头的时间点来看 也刚好跟蓝皮书计划的时间范围对上 接着再往下 eep3eep就是外星生物实体的简称 换个方式说就是3号外星人 不过让人更好奇的是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在暗黑的房间里接受审问 大大的头 瘦瘦的身体 讲的语言是我们人类听得懂的英文 根据网路上的说法 他就是外星人 外星人开口说英文 甚至接受美军的访谈 对于外星人 对于未来 他一一给了他的认知 带来更多的问号 什么样的证据 甚至还提到了核无战争 对宇宙给了令人震惊的答案 这会被称为外星人的他说不需要神 也不需要神话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 已经进化到不需要任何的信仰 到底外星人活在怎么样的世界 那么对于很多人类畏惧的死亡 他能给出什么答案 他给出了有别于我们以往的想象 他认为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生命体 而我们都是宇宙生命体具象化的表现 既然生命的本体是概念 那么还来死亡之说呢 更多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宇宙 但你还记得吗 他说他们是人类核战幸存者的后代 关于核战这一题 他又怎么解 还出现了一阵让人争不开言 这闪光短暂中断的审问 而且不止一次 他也不晓得 但却透露这个人宣扬政治宗教 结果引起社会的广泛批判 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 率先发动核战 最终导致世界性的核战 阻止有可能改变未来吗 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 这段在网络上疯传的影片 有人相信 也有人质疑 但无论如何 没有人能够改变历史 也没有人能够对人类的未来 还有外星议题 100%的给出答案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踏上了太空旅程 他说在外太空往外看地球时 真美但另一面却是他的脆弱 一切是多么的惊艳震撼 而贝佐斯的成功 或许十几年 你我都能进外太空 但别只想住美梦 要进入太空可不是这么的简单 你要待在一个无重量状态太空舱 存受身体不舒服 还有巨大的安全风险 而大家有太空梦 很大原因 应该都是冲着 有没有机会碰上外星人吧 这一点大家想太多了 或许不用在外太空 你就能见到外星人 这是一名前太空人 接受访问时就说了 外星人或许就在你我的身边 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 而这一段访问 他想带给世人这么警告吗 最有钱的男人 他离开地球了 这一趟旅程除了有全球首富贝佐斯 还有另外三名太空乘客 搭乘无人驾驶的星线布德号火箭 以时速3540公里升空 只要在飞行途中解开安全带 就可以提无重力状态 在没有专业太空人的陪伴下 超越了海拔100公里 分隔大气层和外太空的卡门线 在历经约11分钟的旅程之后 可以重复回收使用的推进器 先是顺利回到定点 然后新细波德号太空舱 打开降落伞 以时速16公里软珠路返回地球表面 就在西德州的沙漠地带 戴着牛仔帽害以前总是正装浪面的形象 差很大的贝佐斯 率先踏出新谢波德号号 现场欢迎世袭 并且以为它的轻轻性 我可以奉献 一万富翁进入太空 写下民间太空旅程新的一页 旅客除了贝佐斯和他的弟弟马克 还有已经高龄82岁的前女飞行人瓦蒂 还有18岁的高中毕业生奥利佛 这两人也分别创下人类上的太空 最年长与最年轻 的记录活力满满的太空妈妈 更是因此人气暴涨 其实已经80多岁了 瓦利依旧没有放弃他的太空梦 甚至花了20万美元 买下维珍银河的太空旅游机票 这次获得贝佐斯邀请 一辈子的梦想 很期待终于成真了 我会说 亲爱的那是最好的事 我会不会发生 我会不会发生 再来看看另外一名同行的18岁少年 为什么能够上太空 原来这个位置一开始是个不知名人士 以2800万美元的天价标了下来 但最后却因为形成冲突取消 这才让他却贫重选 戴蒙的父亲 是荷兰投资公司的执行长 父爸爸帮了爱太空的18岁儿子圆梦 出了多少钱呢 外界不得而知 该也是天价数目 可以说我们抬头看到的浩瀚银河星空 在这近几年 成为了富豪争相追逐较劲的战场 你真正确 虽然看起来太空旅行好像很轻松 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成为太空人 除了面对艰难的环境因素之外 还有可能直面未知生物的恐惧 我是第一个美国航空 我住在瑞士文区 我曾经在一个空空航空航空 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他是今年已经58岁的海伦沙曼 也是英国地位太空人 搭乘苏联自太空船上到太空 执行为期八天的诸诺计划 进行医学还有农业实验 并拍摄英伦三岛的照片 退休之后他到广播电台工作 还有教授科学 不过前阵子他接受访问 竟然经爆外星人的存在 让不少人津津热道 却一直无法证明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是亲身到过外太空的太空的 太空人讲出来是不是多了几分可信度呢? 宇宙中有数十一颗恒星 所以也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存在 或许外星并不像人类游炭核弹组成 或许此时时刻就在你我身边 只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罢了 而除了沙曼 还有别的太空人认同外星人存在 甚至还亲眼见过 提姆皮克说 过去在太空站曾经发现粉红色 白色的不明飞行物体高速通过太空站 那并非是人类科技所能办到的 因此它坚信外星人真的存在 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任何美国的党员 或其他领域的美国的技术 而且虽然没有证据 虽然它也不能被预定 尽管成为太空人,要面对许多未知还有挑战但依然还是 有许多人坚决踏上这条路 杨A青春气息的少女,乍看之下跟一般高中生没什么两样 她却怀有一个远大梦想 2018年,还没出社会,也还没上大学 才是7岁的爱丽莎早就决定 自己的志愿就是要登陆火星 而且还不是随便说说 会有一位熊啾啾气昂昂的飞行员 更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第一次出现 未满18岁的培训太空人 对上太空的执着让NASA破格录取 甚至给他专属代号蓝莓 这一切要从爱丽莎小时候说起 一部专门给小小孩看的电视卡通 其中一集的内容 是故事主角幻想搭乘太空说说登陆火星探险 当时才3岁的爱丽莎看了之后 大受感动 2008年爱丽莎7岁的时候 独自抚养 她的爸爸为她报名拉萨太空营 从此激发女儿对太空探索的热爱 从那年开始 任何和NASA有关的活动 都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 才12岁 就完成了美国NASA 全部14个游客中心的护照计划 还是史上第一人 上太空出任务需要特殊技能 技能小小年纪 到爱丽莎开始学开飞机 参加高级水飞潜水课程 太空营队的各项训练 她100%全新投入 还包括360度翻滚集水池 太空舱外作业以及太空任务 当中最关键的模拟飞行训练 2016年 15岁的爱丽莎 又完成了拉萨先进太空学院的完整课程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员 基本上每个人去这个学院 都会有学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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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都比我年轻 进行火星探险 一定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太空人 认证的爱丽莎也学了各国的语言 你好 我的名字是小语 为了完成梦想 她还说自己在2033年以前都不谈恋爱 更以有兴趣的生物学来规划未来学业 我愿意去美国的学生课 我愿意去美国的学生课 我愿意去美国的世界各国的宇宙 在斯特斯伯克 美国的学生课 我愿意去美国的学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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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2033年向火星的梦想成真 爱丽莎将在2036年任务结束后 重返地球 却也不排除就此在火星上殖民 离开从小相依为命的父亲 我们几乎可以说 就只专注在这一件事上 她被NSA POG培训印证了有智者试进程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星际旅行也将不再只是梦想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 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